娱乐圈的演员在拍戏的时候,除了尝试反季节拍戏,拍吻戏,打戏,哭戏,落水戏,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觉得很幸福,而演员却觉得无比痛苦地吃戏了。 除了一部分演员假吃之外,还有很多演员在拍吃戏的时候,很多时候不是拍一条能通过的,而且还有让观众感到美食的味道,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感情。 例如刘若英在《天下无贼》中有一段吃烤鸭的戏,王力刘若英是承受着爱人离去的巨大悲伤,向嘴中大口大口地塞着烤鸭,眼泪大颗大颗地从他眼眶中涌出。 整个影片因为刘若英任务戏无声的演技而推向了高潮,还有一些演员在一次一次的恩记中,还要一次一次的吃,观众看着爽,而他们不知道都吃了多少了。 王传军在拍摄《我不是要谁食》,他一条吃戏总共湿了44个包子,还吃了五碗面,去厕所吐了三次,才完成了最佳效果。 他在片中饰演一个病人,外形十分的瘦弱,脸色也非常的差,为了更接近角色,他就每天跳绳,从一天四千个增加到了一天八千个,还有一场戏,他为了塑造病人的状态,整整两天没睡觉,才开始拍摄,真的无法想象王传军为了这个角色,把自己逼得这么狠。 看过人在囧图的小伙伴都应该记得,王宝强喝牛奶的经典桥段,王宝强当时不是全喝,只喝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,但,能喝下三分之一也实属不易了。 只打那次之后,王宝强更是对牛奶产生了阴影,表示看见牛奶都会吐,看到这里,小便也为我们的宝宝感到可怜。 在白鹿园,仙草的一碗油泼面,不仅征服了白家仙的胃,也征服了很多观众的胃,白鹿园油泼面,也就由此走红了。 而包括张嘉义在内的很多演员,为了狼吞虎咽的效果达到最好,连吃了六七碗,因为未被刺激的过度了,最后全吐了。 赵丽颖在拍珊珊来了的时候,抱着努力吃,尽情吃的原则,赵丽颖足足胖了八斤,很多女星都怕肥胖,吃戏能一条过就万幸了。 但赵丽颖在拍吃戏的时候,自己不满意,还会要求加戏或重拍,这对一个女演员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在剧中赵丽颖的萌萌搭小吃货的形象,让在观众胃口大开,戏里戏外猛吃的她完全征服了霸戏总裁,征服了观众,除了赵丽颖,杨子小吃货的形象,也深入人心。 在欢乐送龙珠传奇中,杨子一碰到吃,那两只眼睛跟那狼似的,都在发光,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戏外减肥很痛苦。 在一场吃戏中,杨子连吃11个巧克力派,完事之后还吃了一顿烧烤,拍完之后直接得了寻麻疹,连着书页吃药四天都没有任何效果,上市美连毁了。 蒋新在《真环传》中吃酸黄瓜这一幕也很经典,华飞吃醋,在宫里一个劲的吃酸黄瓜,寻找孕吐的感觉以求安慰。 蒋新后来在采访中说道,这些黄瓜是吼咸吼咸的,但还要往下叶,边叶边哭,只有自己难受了,观众才会感同身受。 杨蓉在拍摄《钟馗捉妖记》时,饰演贪吃霞模式的杨蓉每天都要不停地吃吃吃,甚至一天之内连续吃掉了二十只烤鸭。 话说,杨蓉在剧中的吃戏真的很有感染力,可以考虑接一个烤鸭代言什么的了。 杨蓉在剧中的吃吃吃,还导致她足足胖了一圈,甚至在出席发布会上被质疑整容。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演员们吃东西的短短几秒钟,他们都不知道吃了多少回了,你还知道哪些明星在拍吃戏时遇到的趋势呢? 感谢观看